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Sony 嗨 大家好 你知道我们前几集都有提到手机报税吗 对啊 都跟钱有关系 大家最爱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对这个话题好像还蛮有兴趣的 对 你知道听众的反应非常热弱 Sony是你的messenger持续接到有人询问 说真的可以手机报税吗 对 询问到非常多关于税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最爱 而且之后都还问你 不只是税的问题 来问你关于会计相关问题 对 你知道我超傻的 我想说 我又不是专业人员 所以我们决定这一集干脆请专业的来 大家要问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有收集了有一些人发messenger到你的 个人粉专那边问的 我们今天终于请到一位高雄在地知名的会计师 王寿田会计师来到我们当中 但在请会计师出场之前 其实我要稍微讲一下 我觉得很有趣 会计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读书 我觉得这门课是挺无聊的 每天盯着数字 然后到底有什么可以变出什么把戏 可是长大之后自己开始接触生意 发现accounting is the language of business 它其实就是生意的语言 蛮有趣的 所以你不懂 balance sheet 所以你平常是怎么去计算支出 营收 报税这些东西 你要怎么去做 你要让一个生意好好的运作 accounting就是会计 非常的重要 是啊 但是现在应该不用吧 就请一个会计师就解决了 没错 所以呢 我现在还要再送你一句话 Behind every successful business There is a great accountant 就在每一个成功的生意后面 都有一位伟大的会计师 是多么的重要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的人是 比如以前我们做生意 有时候会不知道 有些问题是存在的 可是会计师会跟我们说 然后会计师呢 他就用他的神奇的方式 为我们解决了 我原本不知道存在的问题 对 那帮公司又省了很多 所以今天大家要 好好的来了解 accounting 那到底什么样的业务啊 什么样的事情需要 请教会计师呢 什么样的规模需要请会计师呢 其实大大小小都需要 对 那很多的税务的问题呢 也是要请教会计师啊 甚至你真的不知道存在的问题 会计师会跟你说 对 就是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 会计师还会帮你讲 我觉得这一集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说刚好你是 中小企业老板 或者是说刚好你是准备 未来要创业的年轻人 我真的觉得 要好好听一下 因为这个会吸收到蛮多的资讯 而且会有帮助大家未来想创业 或者是目前正在创业中的老板们 好那我们就赶紧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欢迎我们的王寿田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顺天松和法人快计师事务所的董事 王寿田会计师 哇欢迎王会计师来到我们当中啊 又是彭壁升回 今天做这个节目呢 有很多问题也是我个人想问的 我就一起问了对不对 是对这一定是大家都很想听 我觉得以现在的听众朋友来说 可能大家会有中小企业老板 或是自己创业的人 甚至说有未来预计要创业的青年们 也不一定是青年啦 大家有可能中年 创业都不嫌晚 对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我们周遭也是有一些朋友都在尝试创业嘛 有可能经营店面啊 或是咖啡厅啊 甚至中小企业 那大家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呢 可能钱都要花在刀口上嘛 有些人就是为了省钱 所以呢 记账啊 或者是报税啊 这些跟会计相关的 很多人就觉得 那我就自己处理就好了嘛 不是就天天表格吗 可是呢 到最后他才发现 哇 这个占了他们很多的时间耶 对 所以今天我其实想要问一下 就是如果在一开始呢 就有一位厉害的会计师 能够帮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不是能够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用 对不对 是啊 这是一定的啊 因为重要的会计师 他是背后支撑一个企业 重要的 你刚刚前面自己带到嘛 对不对 在每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 都有一位伟大的会计师 是的 所以呢 要怎么样去找到 这个伟大的会计师 你需要留意什么样的事项 你才能够挑选出 你需要的 而且是适合你 甚至是你挑对人的 这个比挑老婆还重要 刚才你不是已经 讲到说 要怎么样找到适合的吗 对 我们在眼前不是就是一位了吗 你刚才已经说 欢迎来宾出场 已经欢迎完了 为什么还讲这么多话 没有 我想是说 要怎么找到适合 就因为这是我们嘛 但是你如果以听众朋友角度啊 他们自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 对不对 可以找到更多他们想要的选择 那要怎么样呢 去找到会计师 这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需要特别留意的一些地方 这边就要请我们的会计师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 好 那关于刚才这个两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 那刚才就提到 我们伟大的公司的背后 都一定有一个伟大的会计师的存在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会计师期就是 陪伴公司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军师的角色 所以老板在选择会计师的时候 一定就是要我们谨慎以对 那首先第一个建议的就是 我们要去拜访会计师之前 我们可以先上到我们这个 金管会的网站 为什么要上金管会的网站 就是要去查一下 惩戒名单 快计师因为在这个职业道德规范来讲 他是非常严格 所以常常快计师如果说出错啊 或者是 或者是有一些违规 一些不正当的 的 的 记录对不对 记录的时候没错 他一些不良记录 就会显现在这个上面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名单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块是他的操守 或者品质有没有一些瑕疵 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要去确认这个快计师的资历啊 因为在台湾你要成为职业快计师 你除了要考到证照以外呢 你还必须在快计师事务所有担任查账助理人员 两年以上经验才能做职业登记 那其实两年的规定是最低门槛 哇两年是最低门槛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说快计师真的只有两年经验就出来职业的话 那这个风险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老板们在选择快计师的时候呢 也务必要看一下这位快计师在事务所服务的经验 包括他的服务内容 还有他的年资 所以听起来就是 找快计师是没有年轻正妹了 就是那个年纪越大经验越多的越好 对 我觉得我看起来应该也算年轻了 是是是我们这也会年轻帅哥 你可能16岁就毕业了 也没有这么夸张 好那再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正题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 老板可以透过聊天的过程 可以聊一下这位快计师 他曾经服务过的一些代表性客户 包括他以前在事务所担任查账人员时候 他主查的一些客户 那因为老板在跟快计师选择 你没有办法马上去了解到对方的这个专业 还有他的品质 那就是可以先看看快计师曾经服务过哪些客户 那当然客户的事业体越大 那就表示他可能会碰到状况也就越多 他经验就越丰富 那他提供的这些服务就可以更完善 所以可以透过这些答案 去从旁推测这快计师的专业服务的能力 那最后一点就是 如果这个老板真的很能聊的话 那也不妨去了解一下 在快计师对于自己公司 在未来经营过程中 他可以提供哪一些额外的协助 比如说当公司有需要扩厂 有外部资金需求的时候 我们这个快计师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 人脉资源给老板去运用 或是需要内部资金 需要增资找股东的时候 那快计师有没有能力去协助规划 去保全公司原本的这些核心技术 持有人的这个经营权 那再来就是快计师过去在协助客户 税务协商案件上面曾经有什么经典的案例 从这些层面来分析这快计师的这些专业能力 听起来快计师可以提供很多方面的帮助 对 非常专业 如果我只是一位卖鱼丸的 也要问出这么多问题吗 应该是不管产业或是产品 其实说快计师他们不管你卖什么 他其实需要服务的里面内容应该是都一样 因为账算起来都一样 没有说你卖房的跟你卖面的 可能就账就少算 而且刚刚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厉害的词 就是会计师是你一个策略 算是一个军师策略长的概念 没错 然后可能你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说他可以规模化 但是其实会计师能够给你一些想法 甚至给你一些资源 然后因为会计师认识的在各行各业的人非常多 所以可以做一些资源的配对 我觉得哇这个是物超所值 对对这确实也是 你刚好会计师有很多客户 可以互相媒合一下大家做生意 对对对 是啊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下一个问题 想要问说 以会计师的来说 他的服务项目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服务项目啊 那其实会计师可以服务的内容很多啦 那从公司其实他从一出生到他死亡 都需要会计师 那以最常碰到的业务来讲 从公司设立开始 包括就是公司的设立的申请 然后有一些资本额的签证 或是公司有一些股权的规划 因为常会发生就是新创公司老板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 他要用什么样的事业经营形态 因为我们有行号 有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这些那老板用他的状况是最符合什么样的公司形态 这个是常常被问到的 那再第二点就是我们公司成立之后呢 因为一般公司刚成立他不会有去聘用到这个合格会计人员的预算 所以会需要事务所去协助记账啊 或者是营业税申报的需求 那到后期公司可能经营有成果了 就会需要有增资啊 或是增加营业项目等工商登记的需求 那这个也都是需要会计师的协助 因为这一块我就有点小经验 当初呢六七年前我自己创业的时候 我就想说 小公司嘛自己创业嘛 哎呦就能省折省 我自己到站好了 结果我自己真的到国税局报了半年的401报表 我心里想得意洋洋不难嘛 我自己来 一直到年底的时候呢 国税局跟我说 哎你知道吗 你这个站年底到了 要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税呢 你这个没有合格会计师帮你做 你没有办法过 我吓一跳 我想说发生什么事 我不是报得很漂亮吗 结果后来是真的 因为后来我去找了会计师之后 他说对啊 每一年年度总结的时候 需要合格会计师帮你办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税的东西 然后弄一弄之后呢 他跟我说 小姐不好意思 你过去半年 你都没找会计师 我一次要跟你收六个月的钱 所以你现在还没搞懂 你最后那个不能过的是什么税吗 这个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会计师 总之 那个找的会计师帮你解决了 对 那收了我六个月就解决了 对这个其实很多 刚成立公司的老板的 包括我自己有些朋友 也是他有在开发票的 但是都没有请会计师去报 这个所谓的401的营业税 那最近呢 我们在最近五六月是所得税申报 他们不会编报表 所以都跑来找我 那我也是免费义务性的去帮助他们 你不早说嘛 我就找你就好了 但是他有说需要是朋友 对 我今天决定跟你当好朋友 会计师没有承认 对像刚刚提到那个 为什么国税局会跟会说 说这样子就是你还是需要 会计师去协助 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 虽然大家觉得说 401申报 我就是有多少发票 我就这么这么报 但是 但是你在年底的时候 你还是必须把这些东西 编成报表 那这个报表就是需要专业的 会计师啊 或是记账师去协助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服务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很不建议大家自己报 因为很多我们拿到的一些费用的凭证 然后比如说什么发票 或是你吃饭钱这些的 他有些其实他是不能拿来扣抵 我们这个所谓营业税的这个净向税额 那你一个不小心报错的话 那可能就是有可能会被罚 对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分辨 所以这个专业的事情 还是交给专业的去处理 是会比较好这样 这样听起来会为了省一点会计费 可能被罚的罚金超过那边很多了 哇好可怕 还好我那时候没被罚 是 那我们赶快再把话题再拉回来 我们刚刚的问题 好那刚才有提到这个服务项目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 公司到一个规模的时候 他就衍生出这个财务报告 或是税务报告签证的一些需求 那在台湾的公司法和税法 他有一些规定一些条件 那就是说符合这些条件的人 他就需要会计师的签证 那当然这些条件都是 比较有规模以上的公司才比较容易遇到 那第四点就是另外就是公司 如果壮大到一个程度 他可能会想要走向这个资本市场 像投资大众去募集资金 因为像社会大众募集资金 牵扯到一些公共利益的问题 所以在法令的规范上面 就是会去向严格 所以这时候就很会需要 快是协助做一些公开发行的一些实证规划 或是建立公司的一些内部控制制度 听起来就是说 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他有一些股东的话 就必须就是刚刚就是我们的律师 不是我们会计师讲到这个部分 就是会需要比较更严谨的一个算法 对不对 对就是你需要在各个比如说你的销售 你的 你的 人资 你的采购 各方面公司营运的这个产销人发财 各方面你都需要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内部控制 嗯 才不会发生一些弊端啊 或是什么 嗯 很重要 对 那刚才就是以上讲都是 比较算是快事事务所典型会碰到的一些服务项目 那其实还有很多快事可以做的 比如说一些非典型的专案服务 比如说像是一些协议程序 移转低价报告 或是有时候股东会有一些纠纷 所以法院会委派一些检查案件 或是一些账务的整合啦 遗产规划之类的 等等这样子 听起来蛮广的 做蛮多的耶 嗯 那所以说 我们刚刚听到蛮多 就是我们前面先带出 什么样的人去需要会计师 那会计师会有哪一些的服务项目嘛 那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也跟我一样蛮好奇 就想知道说 嗯 以前呢我们有讨论过 前几期有讨论过律师嘛 那其实律师他们的 有时候他们服务的客群会分 蛮多不一样的 那在会计师这一块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或者是专业不同 比如说律师会有分嘛 我就是专门打一些刑事 离婚 对或者说打家庭的 家事案件 对对对 就是会分得很细 但我就是很好奇 也许听众朋友一定也很好奇说 那会计有没有差别 就是我某一些会计师 特别只做某一些些的 产业的会计的账 或者是怎么样 会有这种 会有一些会计师 他是很会打这个行政救济的 这个是有听过 那其实现在讲到这个 专业不同的问题 那我是认为 会计师他不像律师或医生 那律师法律分门别科很多种 那律师他会有专精 在某类型的法律的这个状况 那医生也是一样 我们人体构造很复杂 所以医生必须要分科 那会计师平常业务上会运用到的就是 会计审计准则 公司法税法 营业税法 查准则这些东西 那这东西在平常的工作上 就会一再的去使用到 所以我都会比较谦虚一点 不太会说自己专精在某个法令上面 那不要谦虚啦 其实全懂就承认嘛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如果说要做一个职业快事 基本上这些法令你都是要很了解啦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大众 常常会有一点误解的地方 因为我也常常会被问到 对 那像刚才提到 可能真的有些快事 他是真的很会做行政救济 说那个就是真的 他很专门在这个上面 那个就是另外讨论的事情 那 如果是刚刚提到这些非典型的 这些专业服务上面 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性 因为可能有一些业务会比较少见 所以有些会计师是少见的意思是说 可能他们没有这个经验 那没有去碰过这样子的案例的部分吗 比如说我刚才前面提到 就是前面有提到 我们那个快事服务的项目里面 有些非典型的专案服务 比如说像是刚才讲的一些检查案件 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移转定价报告 这个可能会不一定 因为有一些公司才会有可能碰到这个状况 那快事碰到他才会去碰触这一块 就是有遇过才有经验 没遇过他就没有经验 不是每一个生意会遇到 比如说我是卖鱼碗的就不会遇到 对对对 所以刚刚一直就说 如果你今天找到这会计师的案例 刚好他没有 就是我的案例这个会计师刚好没有遇到 那可能就要去找找看 有没有遇到这个案例的会计师 对对没错没错 理解 哇这就是会计师的分类了啦 主要其实是没有分 严格上来讲 都能处理 像比如说如果说像一般的记账啦 报税啦 都没有分 签证啦 这其实是每一个会计师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就是比较稀有的一些 很少碰到的案子才会可能需要找到有处理过的会计师 去处理会比较好 这样子 那接下来怎么选会计师就看感觉了啦 聊天聊不了的啦 没有要先去查 有没有在那个惩戒名单里面 我偏偏要反过来 我要去找惩戒名单最满的那个会计师 经验最多是不是 对呀 江湖经验很够 也是一种加分 逆向操作 但是惩戒的部分其实不建议啦 因为譬如说啦 譬如说这个会计师可能在税务签证上面 有过这样子的问题 那未来他的签证都会被列为重点对象 这样不通 这个比较不好 他去找一位比较那个无瑕疵的 理解了 好喔 我们今天其实听的蛮多 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待会能再来继续听我们的会计师 来跟我们分享关于水舞的问题喔 好我们现在听完音乐回来了 我们现在非常期待的 想要再来继续探讨一下关于税务的问题喔 那刚刚好像是说 诶还有一个部分没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到 对不对 对这边我补充一下 如果说是我们单纯针对 这个专业度好坏的差异性 我觉得可能要看的是说 大家比较常碰到啦 可能就是国税局的问题啦 身为税务待人的会计师 有没有办法协助公司去解决国税局提出的一些疑问 那国税局可能发现公司申报数字有问题 他会要求公司提出说明 那有时候可能是 就是手上已经握有证据的才来跑来问公司 那这时候快选师能不能厘清 协助国税局和客户之间的这个 所谓的资讯不平等 做好桥梁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在 这个差异性的部分 我们就是在我们服务上会有一些差异性 我觉得主要就是在看 有没有时刻把客户放在心上 以我自己为例 因为我很习惯去了解客户 除了财税务方面以外的问题 以外的一些需求 还有没有 其他在经营的过程中 需要资源是我可以协助的 例如说我有个客户 他是专门做这个豪宅家具 卫浴设备镀膜的 那因为我了解他们家的产品 在国外的运用层面很广 不是只单纯可以做 这个家具的这个镀膜 那老板有提过他很想做其他常识 所以我就 想办法想要让他们的公司 可以去打这个B2B的市场 所以我就介绍自己另外的客户 让他们去相互认识合作 尝试看能不能把他们的服务 运用到其他的产业上面 那目前因为这样的牵线 两边也进入到一个测试的阶段 那提出这个例子 要表达的是同一个很多 要做出差异性 我觉得要从这个服务的质感出发 那有没有把客户放心上呢 从平常与客户对谈中 就可以感觉得出来 那我这边也借机工商一下 就是如果觉得自己家的会计师 没有让你感觉被捧在手心上的 也可以欢迎来找我这样 我觉得当然讲的 就是一开始说的这个资源的媒合 因为有把客户常常放在心上 所以就想到哇这个另外一位客户 可能跟另外一个客户 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火花 合作机会 合作机会 OK 一加一等于爆炸性的成长 对 一百 一加一等于一百 那就凑合在一起 对 因为我觉得在会计师上 他在做账的时候 他就非常清楚没一间公司 哇我们都没有秘密 都赤裸裸 没错 你赚多少我都知道 对啊 这个跟裸体走在你面前 其实没什么差异性 所以要找一位可靠的会计师 而且刚才有提到 就是解决国税局的问题 就是通常国税局来问 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 或者有一点点不乐观了 对 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么好 那会不会被罚 或是事情越变越麻烦 完全都是靠这位会计师 是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隐形的问题 就像我自己 像刚刚就是我们会计师 跟我说的这样 我自己觉得我为了省 省一点点会计 如果我自己报账 但是我以为 我账报好就没事 结果如果有事 我就是被罚了 而且我是被罚的 完全状况外 所以我觉得可能 在一些公司报税上 可能也会有点 就是自己啊 或者说不清楚的地方 也会发生一样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就是说 我们的会计师 如果够专业 他可以夹在中间 他知道怎么协助两方 然后让两方都打 解决这件事情 他的品牌客户 也不会被罚 然后国税局来问 会计师就说 别担心 让我解释 我的客户没办法 跟你好好解释 因为他是不专业的嘛 那由我来好了 哇我听起来 这个一定要 我听起来 我觉得会计师 有一点律师的角色 只是律师对法官 会计师都过去 是啊 那从这边听完之后 我觉得应该会有 蛮多很特殊的案例 或者是非常有趣的故事 不知道我们的网会计师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我讲一个 前阵子碰到一个 蛮有趣的案子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这个洗钱防治法 那自从那个 赵丰银行在美国被罚了 这个五六十亿 这个近年来 这个规范 这个是越来越严格 那 会计师在这个 洗钱防治法上面算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控制点 所以我们在接触陌生客户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注意 特别注意 因为像前阵子 我遇到一个跑来要设公司的客人 他都没有跟我见面 那就直接用line在对话 那大概讨论完之后 我就大概知道说 这间公司它是想要做什么 什么样的事业体 所以我心里就大概有个底 这可能会有问题 那 当我跟他要这个负责人的姓名 他有一些证件资料的时候 他就开始吱吱吱吱的 然后他跟我回了一个 非常瞎的答案 他说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太难打了 我手机打不出来 他说不要打在手机上 就直接电话跟我讲 然后听到这边 大家觉得这个负责人是 真的实际的公司经营者吗 但是如果说 说要请你们申办公司行号 那公司请你们申请公司 是完全没有给你资料也不行啊 讲电话也不行吧 那他是 因为他是借一个人的名字来 做开公司这个动作 对 这个人就是他的人头 他不想要在line里面留下证据 没错 没错 他不想留下证据 那他就寄去你们公司就好了 对 他就是打电话来 那他后来呢 跟我讲了这个名字之后 根本就是一个很普通 很好打的字 然后也不愿意给我证件资料 然后就一直很急着说 我明天就去找你啦 我资料给你赶快办 那后来我就考虑 这个风险太大 包括他们要经营的这个事业 是我觉得是蛮风险蛮大的 所以我就推掉了 那另外就是有 之前我们事务所的会计师 这不是我自己碰到的案例 这是我们事务所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会计师 他碰到一个蛮有趣的案子 他以前有曾经碰过一个客户也是跑来跟他说要开公司 然后他说他准备一大笔现金要并购100多家旅馆 那初略算算这个大概有1亿多 1亿多的现金 那他是真的有租了一间房子 然后里面有保险箱就是放了1亿多的现金 然后他也是说我自己跟我太太都不能当负责人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做快事碰到这种案子 我们就要有警觉性 因为这个只要一牵扯下去的话 你就没办法脱身了嘛 所以后来就去查一下 他其实是一个金融犯罪的一个通缉犯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风险真的是蛮大的 哇你们还要自己过滤客户耶 而且没错 任何一个时间点 你去看到一个保险箱里面放了1亿的现金 都知道有一点点不正常 这个很容易判断吧 是啊是啊 所以说其实蛮辛苦的 这个产业别要很小心客户 你想要生意 可是又要防止一些奇怪的行为 因为你被牵扯下去 其实有时候也对会计师本身也是个危险 对啊 就会碰 刚才讲就会跑到惩戒名单上面 你看到保险箱又看到一亿现金 为什么还帮他开公司 是啊是啊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蛮多 就是针对会计做账的部分 是针对我们的中小企业主嘛 就是针对一些老板们啊 未来想创业的 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说 像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他们可能是没有要做生意的老板 可能就是一些平民百姓们 那在这边的部分就尤其是刚好最近又到了报税的季节啦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于报税或者是资讯啊 想要也刚好在这边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会计师跟账是完全分不开的嘛 对不对 跟钱完全分不开嘛 那我们刚刚讨论的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老板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些话题是针对一般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给他们一些丰富的资讯 就是那个6月30号快到了哦 这个资讯吗 没错没错 这个部分就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30号是6月30号是所有税申报截止日啊 那大家不要像我去年一样 我去年都是在帮人家报税 然后别人都报完了 结果我自己不忘记报 跑到7月1号才跑去补报 因为这很麻烦的 我去补报一次就吓到了 因为他是要用手写 对他不是用电脑去申报 你要用手写 而且那张纸 我觉得一般大众可能会看不太懂 所以多出来工完全划不来 对没错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针对公司的部分 那个今年这个疫情关系 有扩大输成公司可以有条件打八折 如果还不知道老板可以赶快去问一下 你的快乐师或者你的记账室 打八折 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想要让各位老板们 可以减轻一点点的压力 一点税务上的一些优惠 对 然后还有就是疫情影响 如果说有员工 有防疫隔离影响 没有上班的公司有给薪水 这个薪水是可以加倍 加倍抵减公司的所得税的 那根据我了解 这个公司最好是主动去跟自己的快乐师 我即将是提这件事情 因为主动询问的话 听众讲一些我们的一些税务优惠 可能因为可能听众比较少触碰这一块会不知道 那就再提醒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中小企业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未分配盈余税 那这个有一个扣底的优惠 就是老板可以赶快去拿你们今年的申报书来检查一下 如果109年度公司的盈余没有全数分配的话 那今年申报的时候就赶快去检视 我们从去年1月1号到今年6月30号之间 公司有没有购入一些固定资产 可以拿去抵减就不用交到这个未分配盈余税了 就等于说去年的一些税额的额度 还可以拿来今年做一些减免的部分 是不是这样就是剩下来的部分 对应该是说去年我们在109年有盈余的话 109年度有盈余 那这个盈余我们在今年的所得税申报的时候 要克这个未分配盈余税 那这个未分配盈余税 如果说公司在这段期间 从去年的从110年的1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之间 你有拿这个盈余去做投资 投资固定资产的 这个金额是可以拿来抵你这个未分配盈余税 就是那个盈余本来是要报税的 可是你在这段期间拿去做投资了 就又可以去抵掉 对 没错 原来是这样 哇 好重要的资讯 从刚刚前几点到现在 吸收蛮多资讯 有哪一个部分是不重要的呢 都很重要 我说对我啦 刚刚好我都需要啦 这样子 对啊 哇 我们现在听了蛮多的资讯 那其实呢 也相信我们可以带很多的专业 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休息一下下 听手音乐 我们待会还有更精彩的在后面哦 充满笑声大声对你说声嗨 让所有烦恼忧愁统统都抛开 千变万花的色彩 随着世纪更改 热闹的城市都是爱 明天生活的精彩 丢在高雄光播电台 好 我再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赶快来接续 我们刚刚大家想听的话题了 大家想听的是什么呢 好问题 今天已经几月几号了呢 是啊 刚刚我们会计师有讲到嘛 就是说他之前呢 因为迟报 他都帮大家报好水 然后迟报 所以呢 他就变成需要用手写 然后连会计师都说非常难耶 刚才我们听音乐的时候 他就说 哇 大家不要去挑战这个 他身为会计师 自己这个月时的时候呢 去手写报税 非常非常的困难 对 他说非常复杂 所以呢 在这边我就刚好想说 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我们其实上一集 有邀请到我们的国税局局长 来到我们的现场嘛 那其实我们有讨论一下 就是说 询问国税局局长说 那如果说以现在这个报税季节啊 大家都有很多问题 到底要怎么办呢 其实他有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可以上网啊 就直接找国税局 其实就可以找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 其实就可以找到 他们会有一个 24小时线上 可以随时询问的国税小帮手哦 嗯 非常方便 我觉得现在就是越来越便民 然后带给我们的民众们 越来越方便 而且我上次用手机报税 是完完全全不需要劳动到小帮手 就解决了 更简单对不对 因为步骤设计的非常简单嘛 然后就很直觉性 里面的资料都正确 就一直按下一步下一步 而且其实都自动算好了 就最后完成付款 就是这样子 解决 解决这个事情 不需要再去排队 然后再熟悉 对 这个我会排到火大这样子 那如果呢 大家比较想要现场去的人呢 其实还有一个动作 可以减少排队时间 嗯 就我觉得 这也是蛮方便 因为其实现在政府 都帮民众们想好了 就是说 你可以手机报 你就用手机的APP去报 那如果说再不行的话呢 你就可能只能上网去报嘛 那再来不行就是 那我就直接到现场去 直接抽网络 可是那在现场抽 其实号码牌会太久 那你其实像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贴心的地方 就是家里有长辈 就是阿公阿嬷啦 爸爸妈妈们 那他们真的对于网络 是非常不熟悉的 没关系 你们我们身为子女的 我们在家里 先帮长辈们呢 在网络上预约 然后再告诉他们呢 你什么时间可以去 就是你从今天 就次日起的三天的工作内 嗯 对 就可以赶快去报税 那可以在家里 先帮长辈们 先在网络上做好预约 然后抽好网络号码 去就不用等这么久 对 现在也是有疫情嘛 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接触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便明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像 会自己舍不得长辈们 排很久呢 我只要看路边长辈在排队 真的很辛苦呢 但膝盖都不好了 还要在那边站一个小时 然后如果呢 网络预约呢 也觉得有困难的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电话预约 对 电话预约的话 这个其实长辈们 可能就可以做得到 其实在这边的话 就给 刚好给长辈们一些资讯 就你电话只要拨打 我再慢一点好了 我是要服务长辈的 就打 其实呢 我们长辈们就可以 自己在家打电话 那你接下来呢 你在电话里面 只要输入你住的那一区的 邮递区号 就是你一定是找 你们家附近的一个 国税局嘛 那你只要输入邮递区号 其实你就可以快速的预约了 嗯 所以好几种方式 最简单的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 网络报税 对 而且也不用下载APP 直接到Google搜寻报税 是 我刚刚好像口误了 按进去 网站 到网站上 我收到APP去了 对 网站 OK 不用下载APP 点进去呢 几乎是全自动的 嗯 你所有的记录都有了 OK 收到的发票都记录在上面 按下一步下一步 如果你没有要编修啦 其实很快 那如果你要修改 比如说 服养人数增加啦 有配偶啊 这些也可以在网站上面做编修 嗯 超方便的 如果真的要到现场呢 就可以网络预约 或者是电话预约 对 然后如果这些方式都不喜欢呢 是不是可以打给我们的王会计师 哈哈哈 你不要害他电话爆票 为民服务 为民服务 对对对 是啊 是啊 因为我觉得 因为像现在这些真的很便民的方式啊 我觉得也是要多多让听众朋友们知道 其实解决大家的更多问题 那协制掉大家的时间 而且现在也是倒数三天了 三四天 没有吧 三天 还到月底啦 对啊 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礼拜日嘛 对 那我们是礼拜 六月三十就截止啦 对耶 没多少天 我数学不好 我以为是两天还是一天 对 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 是啊 是啊 好 那我们赶快切回我们的主题好了 因为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敲碗 说你们可以快一点吗 我想要听听呢 我们的王会计师 来继续分享一下 专业的知识哦 好 那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的会计师哦 就是说你怎么会成为 想成为一个会计师 这个一路过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啊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 也可以把你的经验呢 让我们未来心中 有想要成为会计师的听众朋友们 给他们一些些蛮好的一个经验 好 那这个心路历程蛮多可以聊的 那我是怕说 我这心路历程讲出来之后 就会大家都不想成为会计师 没有 好 其实就是总结 这个从以前大学毕业到现在 那就是在事务所就是一个字就累了 好 我们事务所盲记一般 大概就是每年的一到五月 那如果说手上有上市柜公司客户的 那他们可能在七月跟十月 还多了一个季报 季报要去查 那我在事务所当查账员的时候 就是吃全餐 就除了一到五月以外 那七月十月也是盲记 那中间有时候还会穿插一些这个 状案审查的一些案子 所以一年中有大概一半以上的盲记都在 都是在盲记中度过 那那时候盲记生活 我现在讲出来 我可能会害那个以前老冬家被老冬家关切 没关系 我们不要说出老冬家是谁就好 开个玩笑 那过去那个生活 大概就是八点半上班 那晚上六点下班 那下班回家之后呢 就是吃个饭 然后晚上八点 就会再回事务所加班这样 哇 那就是会做到大概凌晨两点三点 才回家 这是盲记的时候 没错 盲记 而且是这个这样的生活形态 就是几乎是每一天 除了过年放三天的假以外 那每一天就都是这样度过的 而且曾经有过一度就是压力太大 我们就是担心客户的报告声不出来 那凌晨回到家之后 自己还坐在餐桌前面流泪这样 因为常常把客户放在心上 有个负责任的人就会这样 没错 就是负责 就是有时候责任心太重 不一定是好事 对客户是好 对客户是好事 对自己身体不太好 要保重 对 那也是一样 就是碰到这样也是洗洗睡了 然后隔天继续进事物所当社畜 所以说 就是说也是非常辛苦 就是从早上忙到晚上 甚至到半夜都还要去加班 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现在当然是好很多 不会像过去那样子 因为过去是在大所服务 那大所的话 他的客户量当然也是比较量大 那当初就是你是因为跨入这个产业 才发现他非常的忙碌吗 还是说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 你为什么会想要踏入这个产业呢 没有 其实一开始就知道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惨烈 就是一开始就知道 那你一开始知道说他非常辛苦 那你还愿意踏入这个产业 是因为你对这个会计的产业 有高度的热忱 还是说你非常喜欢钱 其实也没有啦 我当初想走这个产业 我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我大学毕业之后想法比较简单 就是我觉得大学念什么 那你出社会就要做什么 不然会让我觉得我大学四年是在浪费青春这样 所以如果学会计的出社会 就是要做会计相关的工作 那 而且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我既然念了会计 那我就应该去考个会计师 因为我觉得念律师就要考 念法律的 那你理所大学考律师 念工程的你就要考个祭司 就是念什么就考个什么师 你才不会浪费青春这样 那一直到出社会工作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那累积经验后我才发现 会计师这个行业 不仅可以让我认识到各行各业 那我也知道每个行业的背后的一些 酸甜苦辣的一些秘辛 还有每个行业的产业的这个发展趋势 不断可以增加自己的视野 那另外就是做这行业 也是蛮有一些成就感的 那这成就感就在于说 我们帮客户做一些规划 或者是提供建议 他是可以扎扎实实的可以看到客户 因为我的建议或规划 那减少客户的税务负担 缴绕蛮多的愿望钱 那是蛮有成就感的 那当然这一切的规划 一定都是在这个合法合理的情绪下 才会去给的建议这样子 其实是蛮不错的 听起来是 有这个热忱就是 帮客户减少负担 对突然听完 合法范围内 审付给政府的钱 蛮专业的 对啊对啊 那我好想知道说 就是我们之前有访问过吗 很有趣 我们比如说之前访问过我们律师 那我们就会想说 那跟律师结婚到底会不会有些 特别的生活啦 律师看东西的视野会不会不一样啊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角色换到一个会计师的话 不知道当个会计师 有没有什么样的优劣事 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在你所有的东西 眼界会不会不一样 所有的东西都要平衡 哈哈哈 Balance Balance 这个是艺术家才需要 哈哈哈 嗯对 那其实这个快计师的优劣是 哎 快计师你说他的收入高不高 嗯 我讲一个例子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统计表 那台湾快计师平均收取的这个公费 在整个亚洲排名 我记得好像是倒数第二名还第几名的 好像只有比 我记得好像是比菲律宾高一些 嗯是这样的哦 对没错 我们台湾的跟我一开始想的不同 台湾的竞争太激烈了真的 对像像譬如说同样的案子 同样的比如说收10万 那可能在大陆 大陆是用人民币的10万 在台湾是台币的10万 哦 那如果是大公司的 比如说一样都是KPMG 或是Deloyce 在台湾就又更便宜吗 还是差不多 他们那个是上市贵公司的话 那个收费可能 因为像我们这个小事务所嘛 嗯 对可能就没有办法跟 十大这样子去相提理论 对对对 就是就是以 以整个台湾快思的公费的平均来看 所以 所以我觉得 你说快思的优势就是 真的是要鼓励大家不要担心 哈哈哈 你现在是在铺一个梗 那等一下会翻转吗 没错 没错到后面的优势 不好意思 你不要猴急嘛 我先不要想到 所以其实就快思就个人的经营层面来讲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当然也是有很赚钱的快思 那个但是我个人就不是了 那在我倒是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部分 就是因为碰触的行业多了 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某一些商品 或是服务 它的成本大概是在什么水平 所以因为本身也经手过蛮多这个市面上著名的企业 所以公司产品的一些成本啊 甚至成分我大致上都知道 所以在选购的时候就会紧打细算一下 哦对 也蛮聪明的 因为会计是要做账嘛 他知道成本收入跟利润在哪里嘛 每一个产业都被你摸透了 对 那以后要 以后我知道了 你如果要做生意要赚会计时 你如果我是设计公司要开报价单 给他要小心一点 我要进一批轮胎 然后到底跟我说底价多少 他知道底价在哪里 对 哈哈 没有当然这些都是公司的机密资料 他其实都是我们都有保密协定的 所以通常这个事情 我只能自己知道 对我都放在自己心里面 那大概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呢 就是会精打细算一下 你自己选购 那我决定我名片要有一个会计师 然后出去我要出去购物家具的时候 不好意思你看清楚 我的职业是会计师 你要给我算好 哇 这个真的是 这是我没有意想 没想到意想不到的优势 这个蛮厉害的 对啦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 蛮有趣的部分 我听到这个优势突然就觉得 赶快我要转堂了 我要去当会计师 那等一下说要翻转那个 大家对会计师的那个 优势啊 这是优势啊 这很好的优势 你获取了背后的庞大数据 这是优势 对啊对啊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聊到这边 我们刚刚其实当然一定是辛苦的嘛 每一个产业都辛苦 其实我们的产业也很辛苦啊 我们坐在这边 呃光光出嘴巴也挺辛苦的呢 哈哈哈哈 你蛮开心的 这个我感受到了 是是是 我们王会计师说他感受到 因为录音很辛苦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刚才讲的 自己经手很多的企业 所以知道很多企业的know how 对 对对对对 然后知道了这些知识 就是knowledge is power 对他来讲就是 可能也是变成他无形的资源 嗯 可是这影响不了他 也影响不了他的客户 因为他没有要去转 对他没有要 哈哈哈哈 所以是很安全的 对对对对 是 那如果说呢 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啊 可以给我们一些想要当会计师的年轻学子们呢 欸这部分的话 我相信很多念会计师的同学 那少数可能是家里是已经有事务所 他未来要继承家业的 嗯 那其他多数应该都是在大学不知道填什么 所以觉得学会计未来比较好找工作 好 那还有极少数是真的对会计有兴趣 那未来立志要当会计师的 那我以前就属于这个极少数的分子了 好 那对于这个第一种状况要继承家业的同学 这个我也不用多说 就是好好在求学阶段的充实自己 因为相信家里都已经有安排 已经有做安排了 这部分家里可以提供的资源有非常的多 那就看自己怎么去利用 那另外第二种和第三种状况的同学 那非常建议就是在大四阶段 你可以去找快适事务所实习 那一般中型像事务所在每年的一到五月的盲季的时候 都会需要很多实习生来协助 来分担分担那个员工的一些工作量 那可以去找学校合作实习的机会 那同学们可以把握机会去事务所学习 会发现很多平常在学校教的东西 书念过去你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真的运用在工作上的时候 那就会非常的有感 那也可以趁实习的机会去思考一下 自己适不适合这一个产业 那进事务所能工作 你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查账跟记账还有许多行业一样 他是非常需要实物经验的 要多学多问多看 要培养出这个举一反三的能力 还有叙述的 你要叙述的这个逻辑的能力要很强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举一反三的部分 因为查账工作很多时候都是拿着 上期的工作底稿 那这一期就是一样话虎虎的 做出今年的这样子 那客户他其实每年的经营状况 跟交易都会不大相同 如果照着去抄的话 很多时候会忽略掉很多问题 所以自己就要学着动脑去想 那这也是我常常跟事务所的 查账人员贯送的观念 不要只会抄 要自己去想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 那公司对这个问题怎么因应 那这个因应的做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法令 或者是会计原则 那最后再考虑要不要去做调整 对啊听起来就是说 学校教的呢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但是实务的经验真的是比什么还要重要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又加上 我觉得社会大学这件事情 你必须把人际啦 因为我最近常常遇到一些蛮专业的人员 他有专业 可是有时候在一些人际上的应对 其实讲真的 有时候听不懂他讲什么 有时候听不懂他的意思 有时候我觉得这就会发生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就是给年轻学子们的建议 就是经验啦 社会大学啦 以及沟通啦 其实这些都是所有工作上非常重要的一环耶 嗯 要好好的培养一下大家的实力跟能力 对啊 好喔 我们今天其实呢也到我们节目的尾声 那在最后呢 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 想要来询问一下我们的网会计师 我们可以到哪里去就是留言给你们 然后咨询一下一些相关会计的问题 我们事务所是有这个网站 网址是 www.stshcpa.tw 那电话呢是537-2589 要加07 要加07 07537-2589 537-2589 是 那如果说假设刚刚网址太长了 我现在正在开车没有空 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在Google的关键是 只搜寻什么名字就可以找得到你们了呢 那我们事务所名字呢 是顺天松和法人会计师事务所 顺天松 啊松 然后下面是松山 对 松山少林的松吧 松是这个松 没错没错 所以说不要打到轻松的松去喔 哈哈哈哈 是啊那讲到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 只要搜寻一下 然后可以联络一下我们的网会计师 今天有听到的听众朋友呢 都可以获得免费咨询 而且如果你有报税不同的问题 我们网会计师说他可以帮忙啦 哈哈哈哈 他在瞪我说这样我会忙到杀掉咧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呢 就是在空中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 那有什么问题呢 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到Sony的粉丝专页喔 Sony S-U-N-N-Y